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美国 马来西亚等国家成功举办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芙菜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 它融合补金烹调技法 没有当年的孔芙菜的挖掘 没有王兴兰大师那些一批人的这种贡献 我想就没有今天我们孔芝景生文化 鲁菜这种发展 屈父这座小城不大 只因有了一个孔子 二十多个世纪里 竟能成为偌大一个中国精神的圣地 据史料记载 自汉高祖刘邦 以天子身份礼拜屈父孔庙之后 两千多年的时间里 相继有十一位皇帝驾临祭孔 其中请乾隆皇帝八次到屈父朝圣 并行三寇九拜大礼 而奉旨到屈父至继的官员 则高达一百九十六次之多 其盛化可见一斑 孔子的后裔被封为奉祀官 因祭祀活动中 要准备充足的食品 又要为前来祭孔的帝王 官员及衍圣公家人 准备丰盛的宴饮 所以孔府饮食的礼仪程序 逐渐建立并完善起来 并因此形成了 拥有完整体系的私家官府菜 孔府菜